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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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的假新闻 其中还有一段说 聚俊业的妈妈要从韩国来台湾过年 但是因为大陆不发给韩国签证 所以来不了台湾 简直笑死人了 中国假新闻 农场造谣文一堆 专门洗脑受众 理于我一律都不看 超天马行空 就耸动标题片观看数 结果影片内容跟标题不符就拿到道赞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我是觉得真假没啥差 因为没啥在追这一家的私事 点进YouTube发现 这条影片目前登上发烧影片的第四名 虽然破82万次点阅观看 不过其按赞数为1952次 到赞数则为0 而原po的留言也已消失 依旧是0留言 感谢您收看孟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